推土机 玩具里有两条铝带 贴纸 六个装有颗粒积木的袋子 这次要平搭的铝带式重型推土机 一共有412片颗粒积木 非常考验我们的动手能力呢 别担心 跟着丁丁丁一起 我们按照拼装说明 用灵巧的双手和聪明的小脑袋 来把重型推土机平搭起来吧 首先 我们要搭的是和推土机配套玩的一面围墙 用灰色的积木来搭建围墙 围墙上有绿色的植物 透明的玻璃门 还有一个照明的路灯 虽然围墙非常坚固 但是我们的推土机 可以轻松的将围墙推倒哦 下面我们就开始拼装 领带式重型推土机吧 我们从推土机的底部往上拼装 所以我们先来搭好推土机的底盘 搭建时 我们会用到大量的黄色积木 还有一些黑色的轮轴部件 黑色的轮轴上可以安装滚动的轮子 可是这些轮子都不是戳轮 那这些轮子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等会儿就来揭晓答案 继续添加黄色的积木 完善底座 盖上蓝色的把块 底盘总算搭好了 现在看起来非常像船身呢 我们接着往上搭建 推土机上还可以放置一些施工工具 例如铁厂和榔头等 现在我们安装的是驾驶室 安装上黑色的方向盘 咖啡色的透明玻璃驾驶室 这样驾驶员就可以360度的观察到四周的情况了 驾驶室顶上安装上喇叭和照射灯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是推土机的大产灯 它有两个灵活的产臂 也非常有力量 能一次产起几吨的土方呢 小朋友们还记得我刚才的问题吗 推土机上的轮子有什么作用呢 对了 通过它们的战斗可以带动履带 这样重型推土机才能够行驶哦 安装上轮子和履带的重型推土机 是不是很像我们的坦克呢 别忘了 施工的时候应该放上施工安全的标志 保障推土机安全施工 让我们把做好的履带式重型推土机 和真实的推土机来对比一下吧 看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的还原度非常的高哦 履带式推土机是一种能够进行挖掘 运输和排气沿土的土方工程机械 它的爬坡能力非常强 但是行驶速度很低 经常用于建设排土场 凭整汽车排土场 堆积分散的矿研 凭整工作等等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推土机的驾驶人员 汤姆和杰克 嘿 朋友 他们可以熟练的驾驶推土机 完成各种工作 看 他们就接到新任务了 你们好 杰克 汤姆 原来是勒迪走了过来 嗨 勒迪 有什么新任务需要我们驾驶推土机完成的吗 是的 汤姆 丁丁机小镇上急需修建一块临时停车厂 这次要辛苦你们了 好的 我们一定按时完成任务 放心交给我们吧 谢谢你们 一会儿见 再见 再见 汤姆 打快通知刹车把刹子运过来吧 好的 我马上请 红色的运刹车引来了足够的刹子 运刹车 请把刹子卸下来 好了 刹子卸装完毕 现在该我们的推土机上场了 汤姆 杰克 你们和推土机干得太棒了 这只是一个不错的临时停车厂 搜索丁丁机爱玩具 可以收看更多玩具视频哦 记住了吗 丁丁机爱玩具